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包袱 因为启示是渐渐的 启示是随着时代慢慢的被我们理解 不是在第一秒钟耶稣一讲 你就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了 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黛玉当时看见那个印象 他印象看得很清楚 符画描述的明确 但是黛玉有办法知道 当时他所看到的印象 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神可以告诉他 但是他不会懂 因为远远超过他的认知 他的理解 比如说在代理书最后 神告诉他说默契要来到了 你只管去休息 默契来到两个几号 在诗经里面的小字 他说第一 人要来往奔往 请问你 黛玉当时听到 哇 人要来往奔跑 怎么跑 黛玉的时代 神告诉他默契的时候 人们快速的移动 请问黛玉的理解 快速的移动 是什么交通工具 马 汉血保马 快速分跑 他有办法想象汽车吗 他没办法想象汽车 他有办法想象有一天 三四百个人在天上飞吗 还可以看电视 没办法想象 你再怎么跟他启示 他都没办法想象 因为那个已经在他当时理解的世界之外 太遥远 约翰也是这样 约翰在启示录看到了很多的图画 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能够明白意思吗 他不能够明白 因为那是两千年间的事情 还有很多未来的事情 在两千年间 不是不说 是说了你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两千年前 当大使命运到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须得着能力 看起来好直白呀 各位我们今天在2023年 回顾过去这两千年的 教会历史 你才发现 问题 打得很 我们表面上 我们明白了 大使命 我们就举例彼得 彼得被圣灵充满 彼得一天讲道就三千人信主 请问当时 刚刚被圣灵充满 很兴奋 灵力高涨 而且一讲道就三千人信主的彼得 请问那一天的彼得 他如果想像有一天 他在校庭匠西门家里面 神要向他启示一个新的意向 让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你觉得当时 已经被圣灵充满的彼得 他可以理解吗 他不能 因为他里面 有一些僵化的思想 那些传统的思维 彼得的教会官 根本不包括外邦人 当时 耶稣的门徒 他们的教会官 都不包括外邦人 因为他们的传统思维 所以 圣灵将人在他们身上 就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然后呢 撒玛利亚还可以遇见 接下来 直到第几 坦白讲 他们都会动 他们只知道说 福音将来 这个福音 会传到全世界 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具体的想象 有一天 黑人 也会 唱平歌进拜神 有一天 一大堆亚洲人 聚集在一个天主教的 大学里面 办理秀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根本在 彼得 他当时 他没有办法想象 有一天 会有这个局面的 所以 即便彼得被圣灵充满 即便他这么有恩高 彼得就在 就在第一天呼召三千人 然后过两天就在圣殿美门口 把一个局面移好 几千人 五千人 南丁 所以光彼得一个人 就搞了万人交配 彼得一个人而已 所以圣灵要工作是很容易的 只是一个门徒就能够 轻易的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建议了万人交配 我相信如果我是彼得的话 我一定认为说 我终于懂了圣灵在灵在我身上 我可以把 我一传遍地极的意思 他一定 以为他懂 直到那天 他在小弟像西的家里面 在盲顶导 一年三次 神与他一向 他就懵圈了 啥意思 这不能吃 是考验我 我不吃的 我是一样传统非常保守的 纯正的 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 我怎么会吃这种 不解禁的东西 那说你吃 不吃 你吃 我不吃 我叫你吃 你就吃 东西收上去 还是不懂 叮咚 一下有他们领 请问一位彼得先生在吗 主人来叫他 有人找你了 把他领到 一个外邦人 隔离留家里 彼得经常家里看满屋子都是人 他开始 讲 讲以后 如果圣灵交换他们 别再下班 哇 原来外邦人会得救的 那一天 对彼得的信仰的震撼 真的不亚于被圣灵的交换 因为这完全颠覆了彼得过去的认知 但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他们过来耶路撒冷大会 他们在讨论 有关 有关 有关外邦人 甚至是耶路撒冷的 弟兄 彼得就站起来说 各位 听我一句话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彼得讲了 哥尼留家一边的事情 于是 耶路撒冷的教会 定调 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定调 我们不分犹太人 西里面人 不分外邦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 弟兄姊妹 我只是用这个例子的提醒大家 教会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阻碍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我们时间不够讲这么多了 圣经里面有提到说 在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蒙昧无知的时候 包括我们今天在一个天主教 这么美的一个教堂里面 这么美的一个学校里面 各位我们再回顾一下 过去教会历史当中 天主教作为主流的那段时间 你要很庆幸 你要找这么几百年的话 你吃饭的时候 不但要带着你的饭票 聚会的时候 上会以后 也不是在那边购买书 你买什么 你买赎罪券 而且 你还要 在空闲的时间 还要来找神父 又要顾遮着 你要在那告解 最近做了什么坏事 通通要说出来 这就是过去 教会历史当中的主流 并且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圣俗二分 不要再做世俗的工作了 没有我今天说的事业就是事丰 没有这回事 是你要分别为圣 到山上去超圣经 那才是最属于 那才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上帝 那才是最有价值的 只有当牧师是最有价值的 当牧师的价值 救人灵魂 胜作一个医生救人的身体 但是你现在知道这个观念 其实不是成全了 信徒皆祭司 每个人都领受了神 又不同的职分 没有哪一个职分比较高 哪一个职分比较低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有的是手有的是脚 摆结各安各自 在元首基督的率领下 所以全世界只有一个主任牧师 我们这些什么主任牧师 全都是 都是仿冒比 都是山寨蛋 全球只有一个教会 只有一个主任牧师 谁 耶稣经 军养大牧者 只有祂是主任牧师 我们只承认这个主任牧师 其他的主任牧师 都只是改教之后的 伪教徒 听得懂吗 我想马丁路德地下有知 真的会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打倒了一个教会 出来那么多教会 任何主任牧师在教会 我就可以变成教会 我说了算 这就是我们身上的人的制度 所产生的问题 这是不对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 不管是哪一个教会 只要是舍败的率 我们合而为 我们只成了一位主任牧师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教会真的是教会历史 经过了两千多年 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 我们2023年 你现在脑袋里面的教会观 跟两千年前 彼得的教会观 已经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 跨过了更多蒙昧无知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经历了五百年前的 马丁路德的凯教 而马丁路德的凯教 并不完整 因为马丁路德把教义更正 把偶像崇拜拿掉 把圣母马利亚拿掉 但是 教法拿不掉 我们对于 教会里面的 这种阶级威权 还是难掉 我们距离圣徒 接祭司 还非常的遥远 所以宗教改革 其实一直在社区 所以我甚至认为说 其实 即便是 网络 就是后疫情时代 我觉得它都是 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神通过一个疫情 让基督徒的教会 改变 不再被 锁在建筑物里面 不再认定 某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 不再认 我是主保罗的 我是主基法的 我是主亚伯罗的 我是哪个宗派的 都没有这些东西了 后一个时代要让大家学会 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信仰负责 打破传统教会的 围墙 我们就说这是 Global Church 那华神现在的院长 代祭宗牧师 他是代祥宗的第五代 那有一次他到圣地亚哥来 我就高兴跟他 分享说 戴姆斯戴姆斯 我们现在 我来到海外城市之后 我现在教会观改变 我现在在这里要建造的 是一个Global Church 不再是Local Church 他说 刘姆斯你错了 你错了 是Global 我说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听过 他说就是 Global and Global 庞拜 叫 Global 我说我没有听过这个字 他说我爸听的 他说我爸听的 戴姆斯就是现在的法律 他说这是我爸听的 我觉得这个字太好了 每一个教会 你都应该是Global 就是你既是Global 里面的一份子 而你又是Local 你又是Global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 我觉得这次疫情后 上帝自己在打破 信徒对教会的 认知 跟理解 等到了 微倦的时代 更是帮助我们 想说 够了 你们研究够多了 你们要进到 实践 与知识的取得 只要两秒三秒 不用再像以前要花 几十个小时 现在重点要放在 怎么做 怎么去实践 所以你们要行到 不要单单 听到 这是雅各书 给我们的重点 所以我们就面对一件事情 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大使命 我们都领受了大使命 福音要传遍利己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使万民做 门徒 门徒跟信徒有没有不一样 门徒是 悲识之架跟从主 信徒是善难信仪 就是礼拜天来做做礼拜 只要礼拜天有来的都叫信徒 但是能把信仰活出去的 才叫门徒 这是极大的不同 门徒是要实践信仰 而且还要 传承信仰 这个是我们明天早前要谈的 从亚伯拉罕 以赛的神 雅各的神 怎么样开始 引导 我今天也遇到 特别说 乌师你一直在讲 不是教导 不是护道 是引导 怎么可以引导 明天我们要特别专注在这个主题 但我们只知道这个时代的教会 我们要领受大使命把维音传遍 以及这个时代这么混乱 不能担打独斗 教会一定要有定位 并且教会一定要有 陆 海 空 三军 作战 什么是教会的定位 尤其是海外教会的定位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没有异象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这个教会再过几年 慢慢慢慢的 他一定会甩背 因为你不是为何而战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在罗兰刚的这群基督徒 跟我们在圣地雅各的基督徒 有没有 不一样的地方 你认为 有没有 一定有 你在哪里不一样 圣地雅各的信徒比较老 那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圣地雅各是 退休的地方 就这么简单 结果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我就告诉 这个教会听众准备说 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我们的定位就是 所有 这些长辈 进天国以前的 最后一个 休息站 因为每一年都有美国各地的 长辈 从 天安地雄的地方 搬到 舍地雅各 那我后来发现这个定位快要被取代 快要被谁取代 快要被 拉斯维加斯取代 因为舍地雅各太贵 很多老人他算一算 我的退休金 不是我的 因为房子卖了 我在那里买不了房子 后来发现哪里买的鞋 拉斯维加斯 他们发现 我后来也是 我后来也是去哪里买的 发现 拉斯维加斯已经不是赌城了 会有两支职业组队进驻 他即将要升级成为一个 Normal 一般的 城市 为什么 全败我们南北加州首次 因为房价太高 所以太多的人 他们把这里的房子卖掉 他们就搬到 拉斯维加斯 那最近拉斯维加斯遇到一个竞争对手 叫Arizona 拜谁所事 台积列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描述说 每个地区的信徒 一定有神把你带到那个地方的使命 在罗兰钢这边的弟兄姐妹 你们的区域属性 你们的组成 一定跟圣地亚哥 绝对是不一样 圣地亚哥工作机会非常少 因为这里就是一个 退休的城市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一开始圣地亚哥的规划 是洛杉矶的霍花园 所以难怪你都到这里来开灵修会 因为一开始 他们规划都市的时候 就是这样规划 这个是我的女儿到学校上课以后来告诉我的 我说爸爸你知道为什么圣地亚哥交通那么方便吗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不喜欢太多人来 因为他一开始就定位是洛杉矶 有钱人的霍花园 这里有漂亮的海边 我们可不想看到那么多 Hoties 所以不要让他们那么容易就到这里来 他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所以这里 没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 他是国防 他是军事重要的基地 海军基地 这里有重要的海军基地 我得到的资讯 我不是真的是真的是假的 那我认识的洋人告诉我 你们到海洋世界看到海豚吗 训练的很会听人的话 对不对 海豚都可以跟人沟通 你没想过 那些受训完毕的海豚 年轻的海豚一直上来表演 那些退休的海豚上哪儿去了 他告诉我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求证 你们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求证的话 他告诉我一声 他说那些退休的海豚 全被海军 仰在 海底 当 禁卫军 因为他说他的朋友 是军人 他们在演习 就是他是 演习 他是要报 圣地亚克勒 因为圣地亚克勒有航空母舰 圣地亚克勒军感很深 所以他说他是演习 要来这里装炸弹 要来炸这个海港 结果被海豚 海豚那一只也是很重 很快的速度 冲过来 肋骨断了三根 他的朋友在军中 他告诉我 他说 这些海豚退休了 很有用 都在海底下 巡逻 所以 这是圣地亚克勒的特色 圣地亚克勒是军事 撞地 他不会允许很多的商业 过度的发展 因为这不是他的城市定位 他城市的定位 他的规划 他的交通 他的容纳量 我们再过去就是墨西哥 我们再往 左边就是海 没地方去 右边是热地要死的山 也没地方去 再往北边都是军事基地 里面不满的营区 所以再上去就是 洛杉矶 所以圣地亚克勒的发展 就是 这么有限 因此 来住在这里的 都是退休后 在这里的人 这就成为这个地区的特色 这个地区的特色 会让住在这里的信徒 自然形成 属于他们的 特殊的使命 我到夏威夷去的时候 我就告诉夏威夷的 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就说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在夏威夷到底干嘛的 夏威夷的基督徒 你们该领受的使命 跟圣地亚克 一定不太一样 因为夏威夷你们都知道 夏威夷是什么地方 观光旅游 所以很简单 夏威夷的基督徒向谁传福音 观光客 就是向观光客 你们这个地方就是上帝把很多人带到这里来 他们来到这里 那就是你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机会 第二个 这个地方是结婚 度蜜月 大家来度假的地方 你们的工作都是很悠闲 接待我的弟兄 每天的工作 一大早 五点多就出门了 他就开着那个车子 每天的开开开开开开 我就告诉他 在这里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成为全球的代导者 一面开着车 一面把各种在代导事项 放的IPA在前面 一面开车 一面就为众人祷告 每个地区 都会有那个地区的使命 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去思考 因为如果你们有你的所谓的定位 那你们就关门参加别人的教会就好了 你们为什么要参加自己的教会 所以我想每一个教会都要有他的使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知道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 那我们现在北美 整个的来说 北美教会 非常清楚的使命 就是在全球化当中 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中枢的角色 第二 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还能长多久我不知道 但至少目前是最强大的国家 相当于当年的罗马帝国 相当于摩西时代的埃及帝国 我们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神把你带到这里来 有没有给你特殊的使命 一定有 百分之一百有 就看你是否去寻求 但至少对我来讲 美美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在全球传回的过程当中 交通电影 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们现在美国就是古代的罗马 因为我下礼拜二两天之后 我就要到 巴西阿根廷 我等一下会讲那边的故事 我要去巴西要去阿根廷 如果我当年在台湾 或者各位在中国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灵修会请一个护士 不少这个周末年到灵修会讲 我不会去的 我不可能去的 因为当他坐笔机三十六个小时 我坐三十六个小时去 调个时差 晕天赚地的 然后讲个隐费 再三十二小时回去 我没那个命 第二 他们不太给得起讲远备 各位我这一趟去 我不敢带书去卖 真的我不敢带书去卖 因为我就先跳过去讲好了 先跳过去讲这个 巴西阿根廷 我觉得北美教育有这个好处 我从这里去只要十三个小时 那三十几个小时 现在是因为多归阿拉伯的石油 让他们发财 所以阿联游航空 现在飞了 所以现在只要二十五个小时 只要 二十五个小时 各位你问问看你自己 你能坐飞机 坐二十五个小时吗 非常辛苦的事情 就觉得北美有责任 你在北美 你就比亚洲更有责任 照顾 巴西 阿根廷 我就直接跳过去我来讲 就说入海空 所谓的海 就是指 每一个信徒 今天教会的大使命 大家都要投入在 台湾的学校 因为你在美国 你去帮忙 巴西阿根廷的时空 是亚洲的弟兄姊妹 他们非常难做到 所以我就直接讲 我几年前 去巴西 他们进我去 巴西的教会进我去 我去讲道 我本来就认为 我就是去讲的道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 上帝让我学的东西 太宝贝了 第一个 巴西的人 他们讲的是 葡萄牙文 有几个华人会讲葡萄牙文 不多的 我就看到 从台湾的弟兄姊妹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当时是因为经济很困难 无法生存 然后呢 听说了巴西种蘑菇 容易生存 所以就有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教会里面有六个家庭 六个家庭一起移民坐船 做了半年 然后就移民到巴西 开始种蘑菇 就这样六个家庭 我去那边看他们当时 六个家庭 一到那个地方 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大家一起买了一块地 然后分成七块 为什么六个家庭分七块 因为有一块地 最好的地 拿出来做什么 做礼拜堂 他们就把其中最宝贵的地 最好的地点 就盖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 让他们六家人 在那个地方做礼拜 那个地方到现在还在 而如今 巴西 已经 华人教会 已经有二三十街 我长话敢说 我那次去 我在神学院教课 人真的不够 然后他们就跟我分享 他说牧师我这个神学院 本来都要方法的 因为我们请不到牧师 太远了 我们只好自己开神学院 自己栽培 但是移民潮 很短 很快就断掉 因为真的太远 太辛苦 种蘑菇 你去看 他一层层往上 他 非常辛苦 甚至他们台湾的家人 千里迢迢来看一看 都说 你在这里过这种生活 你都不如留在台湾 都比这种生活好 就是这样 他们在这么 艰辛的 过程当中 他们找不到牧师 他们只好自己 培养 于是他们自己开了一个神学院 说我们要自己培养牧师 你想也知道 开了一个三年五年 就没人读了 因为都没有人来了 他说于是我们就考虑要把神学院关掉 后来他们想不对 怎么把神学院关掉 把教会关掉 就已经是 够可耻了 还把神学院关掉 结果他说 后来我们就转席 我们就收 巴西人 所以我去帮他们上次人群课的时候 疫情前大概五年前 我的班上的学生 大概十几个 因为后来都是 中国大陆的 我发现上帝一直到台湾 为大陆同胞开路 什么地方都我们都先去法国阵 都布好区 上店开好 杂货店开好 什么都弄好 然后我们再 恭请 我们国内的朋友 过来这边 一起来生活 那边也是这样 他们把那边的什么建筑都弄好了 然后国内就过来 他们 巴西安民都是这样 然后就去 就去 服侍他们 非常感动 非常好的 护士 下次我再请巴西的护士 有机会 帮我教学分享 他就说 所以 我们现在收 巴西的学生 我们现在 主要 服务的对象 是巴西的学生 所以我的神学上 都只有十几个人 80%是国内的 也不用 因为没有表演 只剩国内的 我问他 有没有多少巴西学生 他说 六百多 六百多 我说六百多 他说 对我们现在是全巴西 数一数二的神学院 我说怎么会 我只听过华人去读 洋人的神学院 我没听过华人开神学院 让别的人来读的 他说对 因为 我们华人 我们的英文 比他们好 因为他们是讲 同语 他们英文其实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请来的 从美国 请神学院的教授 来讲课 都用英文 翻译 后来这家巴西人 他们就发现 他们懂好 他们就发现 这个台湾人开的神学院 师资水准 非常高 所以越来越多巴西人 到这里来上课 而巴西人 不像传统的白人 巴西人 比较容易被派进 回教 所以我们的神学院训练了很多的宣教师传道人 进 回教师 我听到非常的难道 各位 如果我不是来美国 如果我不是去了巴西 我根本不会知道 上帝在全球的布局 上帝是元首 祂是主任牧师 祂在全球布局 但我们这些人 小鼻子小眼睛 我们只看到 自己教会 了不起看到美国教会 你没有看见全球教会 这是我来美国这八年最大的学习 我觉得我站在这个 全球领先的国家 他让我的视野不太一样 我看了许许多都没有看过的东西 那因为巴西看阿根明很近 那我在巴西 上课完我就说 他们就安排我说那你就顺便到阿根明上课 我就问他 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年前 我说 那我的美金怎么换算 他说一比六十 一块美金 换了六十的阿根明的比手 我说OK 然后我就 所以我就 隔天就去了 隔天 隔天下飞机 昨天一比六十 对不对 我今天你打 我拿着美金给同工说 你帮我换点你们的比手 哎呀美务师你来 今天来的好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比八十 说 你没有开玩笑 我听说一比六十 那是昨天的事 啊 现在 对一比八十 就有叶子责 他说阿根明就是这样 阿根廷的经济是 极度的变动 我说我后来研究 后来研究 经济学者 说世界上经济分成三种 你开发 会开发 and 阿根廷 你上网就夸张 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 得主 他说第三类是阿根廷跟日本 就他们是属于 非常特殊 无法用一般的经济原理来判断 那我常乱反说 去年他们又邀我去 他说乌斯安 你来 你到阿根廷 你再来帮我们上课 这个是 巴西 我去的时候 李约 去那边看 耶稣像 你没有去看 你不会知道 他们的信仰有多糟糕 为什么华人开的神学院 会这么受欢迎 因为当地的基督教 显直 乱七八糟到几点 你不敢想象 李约的耶稣像 他的底下 这个基座 里面 是一个小小的礼拜堂 有维修梯 是可以一直爬上去 但底下一个小小的礼拜堂 里面供奉的是一个黑面妈祖 你会觉得 这是什么情况 他说对 因为黑面妈祖是当地的 有点像台湾人拜的妈祖 只是脸是黑的 几乎长得一模一样 连装扮什么的 那个背后的脸应该是 应该是戏出同盟了 所以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就除了脸黑一点 台湾人都叫 黑脸的妈祖 我说怎么会 耶稣像脚底下 为什么是妈祖在压阵 他说因为 这个是他们传统 巴西人的信仰 当年 当 他们被征服 然后呢 天主教进来以后呢 就直接 天主教跟他们说 你们的神 已经被我们的神 收编了 现在太费小弟了 所以 你们不用换神 你们照拜不入 但是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神已经被我们 就好像企业并购了 已经被我们买断了 所以 他们并灌输的信仰观念 是这样子 我不夸张 我住台湾嘉义 我今天有一个嘉义的 李肯绝路斯 从嘉义来 第一次到美国来拜访我 我们在嘉义的天主堂 嘉义的天主堂 我去里面参观 玛利亚 是坐在莲花座上 就是 他们就觉得 胡音要 本色谎 超级本色谎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 耶稣像的底下 是 黑面妈祖 他们就就地合法化 因为 他们的逻辑就是 你要叫他们说 不要拜那个来拜这个 他们一定不习惯 不要改 不用改 只要告诉他 你们已经被我们老板收购了 那 那不就一直解决了吗 只要贴一张纸公告 说你们已经被 企业并购了 所以你们继续拜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神现在 你们的神是我们神的老二 是我们神手里下的小弟 就是这种概念 很夸张 巴西 我去看那边的教堂 基督教的教堂 完全按照圣经的圣殿尺寸 看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 在里面 买耶路撒冷进口的圣水 可以避邪 就是这样的 那个地方的信仰 非常糟糕 难怪一个 华人开的神学 会被看中 因为我们 没有他们那些本事玩 我们还原了信仰本来的风貌 如果我没有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我会知道这些东西 我继续说阿根底 这是我去年 到乌书海洋 阿根底最南边靠西南极 超级漂亮 我真的公开呼吁大家 赶快去阿根底旅游 太美 去看冰川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没有办法形容 这种重要的事情是 找几题 因为去年牧师说 刘牧师你这次来 一定要顺便去玩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美金现在 太好用了 我说我记得一笔八十 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说那请问现在 现在 一笔两百五 一块钱美金是两百五 你不要阿 那是去年 我下礼拜就要去了 我下礼拜就要去了 我问你一下 现在多少 一笔五百八 所以 要需要看听完的 请把握机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早点定去看冰川 现在美金 超级好用 巴西的那个牧师 他跟我说 他们一放假 就去阿根底 阿根底一日游 去那边 归霍 当皇帝 因为 阿根底的状况 太夸张 阿根底的架势在哪 我到阿根底去以后 我这两年都去阿根底帮主 阿根底的架势 就这样 他们怎么活得下来 美国通货膨胀 美国通货膨胀 百分之 8 我们就已经绝对 快受不了了 他们通货膨胀 44%家产店 他说不是阿 我们以前开砸货店 是这样 货架上 不敢贴家钱 因为贴了也只贴 你到货架上 买了一个货 拿来柜台结账的时候 那个汇率已经变了 就这么夸张 他说 那个是你们 没有让他想像的 我说那你们政府怎么弄 他怎么弄 就是去掉零 结果有一天宣布 明天开始 我们跟美金一比一 就这么看 从一比一百变一比一 直接拿到两个零 拿掉三个零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笨方法 他说对呀 所以过了半年又是一比一百 他说 跟我讲这些说 不是我算过 从我来阿根廷到现在 已经除掉三十五个零 我怎么一句话 你怎么活下来 他说 就没办法 我们这边真的是很幸福 我们很惨 我们只能够 吃烤牛肉跟喝红酒 我就懂 我就懂 就上帝啊 阿根廷就是牛 牛 阿根廷跟巴西一直在争论 谁的牛好吃 纯属我个人立场 阿根廷牛 阿根廷的牛 真的一样 真的好吃 阿根廷的大自然环境 养牛 他们的牛 就是他们 就是你再怎么穷 就去吃牛肉 牛肉 所以就有牛奶 就有冰淇淋 我都不敢放照片 冰淇淋是一桶一桶 不是一球一球的吃 到冰淇淋店 他卖给他 一桶一桶的卖 便宜 没有打仗 他只不止把钱 借给人家打仗 所以阿根廷那个国家 布米座什埃里斯 漂亮的不得了 那个八线道 十二线道 是当时 第一条 地下的这个 捷运 都是他们的 你现在看到 陌落的贵族 但是依然闻得到 当年贵族的味道 因为当年 太有钱了 阿根廷 别为我哭泣 拉丁沃哥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总统夫人 她是非常穷的 她上来之后 她就说 我们一定要救济穷人 结果救济到后来穷人 到现在 第三代不上来 因为国家必须养我们 上一任的总统说 我们再这样下去 国家就完蛋了 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靠国家养 我们要振兴经济 所有人都同意 就投票给他 他就上台了 上台说 不再拉救济金 马上就拉下台 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领钱 领钱 你去教父母 他爱做不做 反正国家养活 把整个国家 整个头垮掉 可是你看到 他们的沟墓 就是那个 有钱人埋葬的那个门墓 是雍龙华贵 非常值得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那我觉得更值得的是 我说你们要站出来 告诉全世界的基督徒 怕什么 不要忧虑 一天的忧虑 一天就够了 我们通膨50% 还是活着平保的 我觉得阿滴听的东西 真的是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 在那么可怕动荡的地方 我们就是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北美的幸福 去阿滴看一看 回来以后 你心情会好很多 不过小心事啊 前两天 这个要接到我 我们才告诉我们 社会这两边比较忙 因为昨天我们回家的时候 我女儿在车上 玩手机 因为半夜 一点多 所以手机非常亮 歹徒都很专业 歹徒这样就知道 这是最新的 手上挂着铁链 咔咔就把窗户砸了 然后就把手机抢着 这个在那边是 家长变化 我很不习惯 我跟他们出去 因为很漂亮 我帅我们照相 请他帮我们照相 牧师你疯啦 他都不用抢啦 你就直接送他啦 他们上一个师母就是 走路走在路上 从台湾 刚买的手机 走在路上 其实他要坐过去 就拿走了 他们交的姿势说 更好笑 说我是在公车上 打字 看到一个人在追公车 我看大家说这个老兄没敢站公车 不是 他们那个是一个专业说法叫 K-U-ROO 那个人追公车 然后跳踩 然后穿拔到手机拿走 他没有想法还有这一张 自然没想法 但你放心 只要你去那边 把最烂的衣服穿上 没有人会理你 就是千万不要当一个 一天就知道是观光客 带载的飞扬 好了我这个人 我只是说 弟兄妹 我去了阿克底 真的 让我 对神没有做 让我对基督徒怎么在 不是披霍 是在一个经济 这么可怕 这么动荡的环境当中 他们怎么存活 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 学到宝贝的宝贝 这是 他的地 下面是纽西兰 派佛街的地方 我在那边住了五年 在南岛基督城 最美的地方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一大堆CEO 一连去两次教会 就是那种 哇超热心的那一种 我看到 这么美的地方 神给他们这么美的地方 一举基督徒要借一个 基督的城市 叫做 基督城 但如今信仰却 这么样的多 那边的教堂 还是很多 都在卖 我在那边的 华兰教育徒师的时候 我就很想买教堂 买不完 太多教堂要卖了 你买不完了 所以只好有的卖去做酒吧 而且我们台湾的慈禧功德会 也帮忙买了一间 就是这样 我看到 我看到了 几十年前的前程 几十年后 完全不能记 因为我们的信仰指定都在亚伯拉 没办法到以上 更到不了亚伯 你一定要再继续讲这些问题 这是我所看见的 我到菲律宾十几次 那个平民区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穷到你难以想象 但有钱人的坟墓 里面有电话 有冷气 菲律宾的平民区 我们的信仰观念会彻底的开放 我就是因着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 就是讲到移民教会 为什么上帝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因为我们有一个荒荒 就像彼得一样有一个荒荒 甚至说你要离开 你要离开 所以我这次要我加一个这个 好朋友 伊肯雄师来 我说你没有来过美国 你一定要来 我带你到圣地亚去看航空母鲜 我让你看看航空母鲜可以干嘛 因为以台湾的思维 航空母鲜赶快论金 因为蛮重的 可以赖不少钱 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 让我们圣地亚喝了航空母鲜 一张轮票收三十块 一天几千人进去 我们就是金鲜母 进去以后再体验一下飞行 给二十块 再做个3D再给二十块 然后Top Down在这里拍的 Tom Cruise 就是在我们圣地亚的 Cd拍的 再买一件飞行甲鲜 就是这样的房间 我女儿的毕业的舞会 在上面举她 很多人的婚礼在上面举她 我每次带朋友去 上面都在举行军官的售接典礼 所以国小的 课外教学都在哪里 难怪美国人这么爱 带小学生去 你看 我们老爷爷退休了 人家还造不出来呢 航空母鲜就这么厉害 圣地亚哥是退休的 到现在 别的国家还造不住 没有几个国家造得住航空母鲜 不要说上去看 我带着这些人进去看 我说你就看到 这国家太强大了 那些国小的学生从脚肉去知道 我的国家多么的伟大 她爱不爱我 她当然哪有 思维 如果我没有来 我学不到 这些思维 跟我过去传统思维 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第一次 去西西兰的时候 就强烈的感受 同样的一个产品 在亚洲店比如说 风胶这个是西西兰的盛产 同样的产品 在洋人店跟华人店家 可以插一杯 我就不懂 我问我女儿 我说你们同学 知不知道这里比较便宜 她说知道 会不会来这里买 为什么 这是在我的国家 我永远想得通 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个贵一个便宜 你当然买便宜的 这就是我从小 从小在嘉义 在台湾 在乡下 就是我妈从小就是 买东西的 买便宜的 名牌的 只是回来我们都不敢穿 因为 她说这是名牌 鳄鱼的 不敢穿 有人看鳄鱼头朝这边 我买了头朝这边 这名牌 LV啊 不敢不敢 因为 那些老人家英文不好 买回来 后来讲阿仙是LU 那些老人家英文不好 然后那个Nike 从来不是这样勾的 都是这样到购 就都是防暴瓶啊 都是在 这种 环境里面 长大 所以我过去的事 便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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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说 他们不会来这种地方 我说为什么 这个我的脑子整个卡住 因为 你们好穷 你们买不起 我说你是过山就欺负人了 谁穷啊 但是他就说了 你们花这么少的钱 老板吃什么 老板赚不到钱 他还是出来抢 倒杯的 还是你 我一听 那就说了 我就懂 因为那个地方 以前是贵族 你懂吗 要去基督神的 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并且都是贵族 贵族的思维 不同于我们这种 穷人的思维 他的思维就是 一定要让你赚钱 把你养的白白胖胖的 咱们社会自然才会好 所以冰箱快乐到家来看一下 给钱 看一下也给钱 给钱 不然人家吃什么 出门你就得给他钱 他们给得起 请问谁的人民所得高 乖 那些很发掘的人民所得高 我就学到现在 真的不一样的逻辑 不一样的思维 我的观念 就在我在海外的生活当中 我被流转 我就体会到 当年摩西 当年在王宫里面 看到了王宫的思维 再次来看到他的同胞 奴隶的思维 那差距太大 奴隶的思维 奴隶的思维 一个奴隶不能带着一群奴隶出埃及 不信 圣经说 摩西学了埃及 一切的专业 所以他才有能力 带这些个同胞出去 义兄姊妹 我说真的 神把你带到这里来 是为了你的孩子 神要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说中文说英文 了解 亚洲人的思维 也了解 老美的思维 是中间的桥梁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不是我们这一代 你英文再好 也没有你儿子好 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需要 英明教会的目标 一定是 玄影培养 摩西 戴英 可是他们一定要有国际观 所以你们要 海外 你们的宣教部 那天都是介绍 你们想要介绍给我 不是能鼓励 海外宣教 不是在这些成人当中 趁着年轻人小 带他去墨西哥盖房子 带他去菲律宾 我亚洲的时候 去菲律宾很便宜的 带他去菲律宾看 平民空 很多菲律宾人 一辈子 都在垃圾菲律里面 撿垃圾 从小白到大 你没有办法想像 那种贫富 杂局 那整个国家 太多问题了 阿根底的另外一个极端 只有美国人有这个优势 因为目前全球依然美金即将 我们华人还有一个优势 万一有一天美金不行了 那就是 人民币 所以各位 不管美中最后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是 盈家 你听得懂吗 但这个盈家 我说的不是政治上 我说的是宣教上 我说的是天国神 护育你的使命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这批亚洲移民 神在我们身上 肯定有 非常重大的使命 因为美洲是现在全球 最大的 两分强权 我们要为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好好的倒 我们就要跟联名 身为基督徒 宣判很多的资源放在我们手上 你不要高兴太早 圣经说 多给谁 就像谁同样 你拿着不给 也有过 去年我到 阿根底 他们也是第一次疫情后 第一次办烤肉 教会 办烤肉 请乡亲吃烤肉 往那大阵上 来了五百个人 花了好多钱 花了好多钱 我说你们这个 压力太大了 压力大到我都不敢拿奖延费了 我去年就说一比两百五 他们告诉我 徒师 我们估计去年底 2022年底会到一比五百 我心里想 那我拿什么奖延费 我就真的不拿了 我说我会去帮你们付款 我们一年再来的时候 我看看要不要给你们带一万美金来 因为我带一万美金到那里之后就变成 五百万 我万万没想到 我这里不要去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今年年底上岸 八百 所以我要带一万美金就变成 八百万 我现在已经我邀请了几个 我说他是不是你压力不要太大 我说我压力很大 是别的家会压力大 因为我通四个家 我一个家会出一千 四个家会出一万 我现在拿到六千 看你家会有没有兴趣 把四个家的股上家 真的 真的我们就 你懂吗 神给美国公布 你不给出来 你就有过 我们要给 你拿 一万块出来 是人家的 八百万 你怎么能够不拿 并且那个教会是认真传福音的教员 那个教会在那边办学校 学校有四百个人 就去吧 去干嘛 去教英文 因为阿根廷讲西班牙文 他们英文言不好 所以他说我们要办理英语 一定很多人来 他们自己的中文学校就有四百个学生 所以你们就带年轻人去 教英文 把你的VBS 用完的教材 带去那边再用一次 因为有四百个人给你们 不要跟他们一切 所有的学教师都是自掏腰包 我们点得起 你再穷 你都没有他们穷 这就是观念 这些观念 都是我当年在台湾 忠心耿耿在福士生的时候 无法体会 就像彼得 没有遇见 在户林流之前 他的世界 没有办法体会 我真的觉得这几年我在海外 我在新西兰 我在澳洲一年新西兰 然后我再到美国八年 这几年的海外的生活让我离开本地 笔足 富家 我对神的国有完全 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今天大使命 我们一定要三军 陆军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 传统的教会 海军是海外学教 空军呢 就是 网络的训练 各位我们现在都知道 全球世界强大 不是陆军 不是海军 不是空军 是 不网军 网军比朝日部会更厉害 网红 网红比政治人物更具有影响力 各位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福音的 网红 你自己就可以是一个 古地理念事态 你可以把 好的见证 好的讯息 分享给你周章的朋友 这是 网红是一个 全民传福音的事态 那也没有见口 过去的信徒有见口 我圣经刚不懂 因为圣经只限神识人员看 普通的人民老百姓 不可以读圣经 曾经有过那样的事态 所以他们不传福音都说得过去 因为他没有办法读圣经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不传福音有过了 神要说 我都让你往目动动 手指头就能传福音 你还不传 我们将来怎么对神嚣张 所以海军就是要 资源共享 那 新加坡 我到新加坡 因为我在 新线来就转系都在新加坡 新加坡又学到什么 我跟天运师班 工中医院教室 我们去 新加坡服事 过了几年我自己去 我就打听 我就跟 问天运说 我上次住的地方 你必死给我 我想 因为我新加坡不熟 我就还是住上次住的地方 他就给我 我就请新加坡 同工说 我要住上次住的地方 他说 陆生的地坡不在 我说啊 对我们新加坡 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要维持竞争力 就是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改变 新加坡政府就是 让每一个人 每次去新加坡 看到的 都是 不一样的 新加坡 啊我懂了 我每次经过新加坡 就想到一定有 虚的东西 地盘换新 装网 就老是在改 因为我们这种 穷人家的小孩 东西是用到 坏了再修复 我倒不能补了 最后才换 他不是 他说我一来就要看到新的 他说我要让 新加坡保持一个 你随时来看 你都有一个期待 你永远不知道 下次来新加坡 你又会看到哪里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 这样一个传奇饭店 很有名的 他们就不断的在 绞尽脑汁 我们这么小 我怎么生存 我在全球 这么多国家当中 我怎么保持我的竞争优势 不断的 求心 求命 这是我在新加坡 环节 所以我在世界各地 去服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每到一个地方 神都让我看到 好多好多 值得学习的 神的活在我的脑袋 不断的 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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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到 加斯利亚哥之后 第一件事情 赶快成立英文堂 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回台湾 去做 短圈 就把VPS 带回台湾 去用 我们现在 台湾已经发展了 三个点 四个点 每年都固定过去 所以你们有兴趣 我们就一起回去 因为台湾好多 教会 都说 牧师我们也要 我说对不起 我们教会是一个 为何很小的教会 教会超过他一百人 我说我们的能力很有限 但是我非常愿意 做资源整合 我很愿意整合 北美的这些教会 我们一起联合拆开 短圈 回到嘉义 嘉义台南 高雄 各个地方 我们更渴望国内 赶快开放 国内只要一开放 我们就进去 现在进去 确实不容易 很好笑 我们教会 圣地亚克教会的 创会牧师 叫曾经在牧师 他是 David Chen 他因为他到国内去做培训 他怕的麻烦 很好笑 他过海关 故意讲英文 I'm David Chen 可以帮他刷 曾经在牧师啊 欢迎你回来 I'm David Chen 骗谁啊 所以 没有 我们祷告 我们希望国内快点开放 快点开放 我们大家都整个待办 我早就准备好 一开放 我们马上 短圈队 大军压尽 立刻就 想去报电的话 你不要介意 反攻大陆 福音 福音 福音要怎样 来为我们的 国家的效应 空军 每个基督徒 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是 天国的 网 军 那我邀请 李肯 李肯 权务师来 就是因为 他现在跟我们在台湾 开始合作一个新的时空 我们在台湾 成立一个 甜甜圈协会 专门做 文化交流 其实就是 专门做短圈 做福音工作 鼓励台湾的孩子到美国来 然后美国的孩子要回去 我讲一个见证 我们有一个 他在这里出生的 他丝毫不觉得 他跟 台湾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说国内人的朋友 一样这个问题 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不想回去 但是就是 被这些朋友 教会里面的 这些童年 你的 我怎么也被他 我都去你回去 非常勉强 前一天要出来前一天 爸妈还跟我说 故事长不然算了 我儿子今天还真孤孤弟弟 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你们都抢过我 我说 不要 你们稍安勿造 我叫我儿子去 去他 动用同才的压力 非常勉强的 哭的回去了 你知道怎样 哭着 不回来 他说 光是 CV11的饮料 我都还没有喝过一遍 光是 电力商店 就是那个花花世界 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 这里是Costco 超级大的店 都卖一模样的东西 台湾是跟日本一样 小小的店 里面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琳琳满目 忘不完 然后他回去说超级受崇拜 因为台湾哪里还是英文都不好 尤其是偏乡 他只会说英文 大家崇拜的 他回去整个自信心爆料 就觉得我在这里 nobody 我一回去就 sumbody 哇 大家就 你好厉害 现在一大堆崇拜了 哇 他根本没有想 我因为我打篮球 我到现在 我每天一定要投进 100个三分球 每天我都一定要投进 不是投100 要进100 所以大家投四五百多 我很喜欢打篮球 两个字都打篮球 我就带着篮球营回去 然后我就带着美国人 说回去 带篮球营 因为台湾的观念 只要是美国人都会打篮球 他们根本不会 无所谓 无所谓 我要你胜天上磊 所以 我们到屏东 台北 老外不行啊 屏东啊 开玩笑 台湾的屁股 那些屏东 孩子们很少看到老外 所以他们看到老外 稀奇得不得了 我们半蓝球赢 他们就把他问我 他说教练 我们可不可以 跟他们比赛 我说 我不用问他们 美国人最喜欢挑战 美国人最喜欢跟他比赛 我说不用问 一定会答应 他不管打得好不好 他都会答应 果然 他们就答应 谁赢了 台湾赢 你还是高兴的 中华队办不到 我们办到了 我们老是打不过美国 就想说 我们打败美国人了 那你说这些美国人会挫折吗 完全不会啊 那些小女生围着他 签名啊 照相啊 摸他的头发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是金色的 你住在美国 你都不知道 看到老美是多下来的事 你已经来探修了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着多大的城乡的差距 贫富的差距 文化的差距 感觉的加持 那么过去这些宣教 回来就断根了 现在没有空军 只要留个wech 留个like 回去就继续联播 福音的延续性关军可以出来 所以让我们就在台湾成立了一个协会 叫田田田圈协会 为什么叫田田圈 因为中间有个洞 只有上帝的铁板 不管办的多多多铁 中间永远有个洞 不管田田圈有多少口味 中间永远有个洞 我们用这样来讲故事 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办很多网络读书会 我们通过网络来办读书会 所以我这次带来一本我最新的书 叫做那些想不通的事 就是很多事情想不通 为什么世界不公平 为什么有人生在贵族之家 有人生在穷人家 为什么好人不断坏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有一大堆为什么 我写了31个问题 你希望爸爸妈妈利用暑假 你这一辈子有责任 解拔你的孩子这31个问题 但我没有想到 我们这一位李牧师 他竟然就是 我写的书 他开读书会 他就在网络上在诗里 就用这本书 带读书会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让很多人透过这样子 开始庆祝 开始去思考 上帝 思考很多很多这些问题 这是网络 正在网络上有世界各国的人 在一个小组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是网军 一行后的神学教育 因为我跟很多神学院都有连结 很诚意说 阿慕撒帮我们推一下 让 用来上课 一起以后 我们都快关门了 我说你错了 你们完了 你们会忙死 果然 一行后 所有的神学院都报 因为那一段不能出门的日子 所有的基督徒无聊的时候 都去受装备 所以神学院大爆炸 一门学院本来只有20人 现在有200人 从此以后 网络教学 还是改变的形态 所以你后面 科技时代 就是为我们的预备 神正在用科技做很多的事情 教会的网络牧羊 以前我们教会的直播 大概就几百个人看 疫情过后 我们的观念完全改变 我们的教会是有 讲台湾话台语的 那些长辈 大概就剩下二三十个人 因为没有一面 但是 每个礼拜 网络上 会有两三千个人 我们的观念堂大概只有七八十个人 每个礼拜平均 我们的网络上的直播 大概是八千到一万二 我就发现 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空军 教会要懂得用空军 教会要懂得用 用wechat 用line 用网络 开始去做传媒的工作 教会要培养网军 不要只有政治人物培养网军 政治人物培养网军 都是造成社会问题 教会培养网军 是解决世界的问题 没有这个观念 培养我们年轻人 这位福音的网军 我们在网络上 可以向来 所以如果你们有个这样的观念 因为你们教会的这种规模 真的很不得了 你们教会的爆炸力 是非常强大 你们如果愿意开展为 陆 海 空 3D的教会 你们教会可以发挥的影响力 是难以想象的 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自己开过教会 教会大概是40个人 也是为我们教 但他们专攻国内 所以他们的做礼拜的时间 是配合 国内 他们放在礼拜天下午 就是那边的 礼拜六的下午 那边的礼拜天的早上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做礼拜 他实际只有40个人 网络上2000多人 祢说 观念要改变 福音 真的正在用 我们人 无法 想象的方式 神的手正在 动空 把你带到 世界的 各个角落 而陆军 其实最后还是 绝胜的关键 虽然 空军还非常厉害 但最后绝胜是 陆军 对不对 美国打伊拉赫 就是败在 陆军 空军这么厉害 海军陆战队这么强 但最后你要有陆军去占领 陆军才是网大 所以实体教会 才是网大 但实体教会一定要有空军弟兄的轰炸 掩盖 一定要有海军海外弟兄来帮忙 我们教会那时候要做VBS 怎么可能 我8年前他这个教会说只有10个小朋友 我们教会基本上圣地亚都虽然不下雪 两天从台湾看下去都是白的 因为长辈嘛 都是台湾 我们没有年轻人 你让这些长辈办VBS 你要他的命啊 那怎么办 可是你没有任何同学会来怎么办 佣兵 从海外找佣兵 我就回台湾找佣兵 你们来这边 住在我们会友家 然后来帮帮我们做VBS 所以我们第一批 第一就是用佣兵海外来帮忙我们 重新做恶同事工 然后我们自己教会的恶同心上 现在慢慢的做起来 我们有能力 回台湾转 这就是海军的概念 大家要跨海 互相支援 我也再次鼓励你们 巴西 阿登林 那边的市工 做了以后 真是万事互相效应 哪怕你们去旅游 都是正经经济 都是去帮帮他 真的我带那个美国人回去 那个妈妈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那时候美金 对台币一比三十 什么买什么看都是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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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限期完美国 说不得刷 乃书你尽量刷 别客气 真心惊急 当我们愿意 照圣经的原则去做 我们走出去 走出去 走出去 奇妙之就会发生 最后 真的求神赐福你们教会 是强大的户居 但愿你们 好好地发展海军 跟空军 其实真正的教会 是成全圣灵 我们不是掌控圣灵 我们是 把你送出去 成全圣灵各界其职 教会跟教会 也要不做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建立基督的圣灵 不是建立 某一间教会 的荣耀 这个问题不打破 神的国就被你限制了 但我们先求 神的国和神的 我们一起堂 天父们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在美国 真的我们自己不觉得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很多别人看不到的 我们在美国学习到的都是非常有价值 如同当年摩西在埃及 保罗在罗马 带离里 在尼布加利撒罗以下 一样 主啊我们今天 蒙里参浅 很多人想来美国来不了 但我们却已经在这里 救主让我们要认清 我们在这里的使命 帮助我们不环境 帮助我们不环境地 因为勾给谁 就向谁荣耀 让我们做 一个失比受 更没有口的人 在国度上 我们 请敬 我们所有 放在主的手中 如同 无饼二鱼 能够为了无群人 然后 靠谱耶稣的预求 阿们 阿们